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抗极权就是共产党 不知道林郑月娥是否在这里 我说她是一个人格卑下的人 她没有资格管治香港 喜欢说谎 林郑月娥或者你国下民政事务局局长 和西九管理局的负责人 全部都应该引咎下台 欲敏以谈搞事录 经典重播 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 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 请付费支持 多谢大家 我是杜汶泽 你还不课金? 好,SciFi的朋友大家好 MyRadio的朋友大家好 Chit Chat Central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在说一个 不是一个什么罗之威的现象 是一个消失的差的现象 这一套戏我们相信出门的时候 票房已经达到人民币30亿 一套我们刚刚在美国看完 极之不是高成本的电影 简直是中低成本的电影 消失的他 不约而同 Mike和我都看了 也都一票难求 在美国我之前都放了出来 就是场场都爆了 而在洛杉矶呢 那个 场数呢 一天九场 比夺宝旗兵更多 现在的场数就是 还有呢 很奇怪就是本来这个星期五是想 别叫我赌臣 周润发那里别叫我赌臣 突然间切当 不想 将这些场数给了这套消失的他 那我先问Mike 现在就变成是消失的赌臣了 消失的赌臣 不是别叫我赌臣 因为AMC连这个 我不是赌臣 都已经没有了 没有计算 不想 不想 即是将整个旗拔掉 那就消失的赌臣了 你现在也搜索不了这套戏 搜索不了 搜索不了法国 所以就是消失的赌臣 不是消失的他 是消失的赌臣 所以我们今天就专专研究这个现象 为什么会说这个现象呢 譬如说大陆那些 很大堆头的戏 流浪地球那些 我们知道他拍都拍了很多亿 收回十几亿是很正常的 这个是预期到的 这一套没有大演员 比较出名就是那两个女主角 或者香港人熟悉那两个女主角 一个是文明山 文明山也不是一线 尼尼 尼尼香港人比较熟悉 就是因为做刘德华 拆弹专家移的女主角 其他男主角都是不懂的 朱一龙、杜光 你听过没有?我没听过 真的没听过 没听过 那 你看那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 是不是真的爆到瘋了? 首先就是这样 昨天第一天做 总共有九场 在AMC Atlantic那边 其中有两场 我是觉得很奇怪的 全部爆满了 一个位置都没有 六点几钟到九 六点几钟一场 九点几钟一场 前面的那些位置都没有? 雙残前面的那些位置都没有? 那些位置好像还有 但是很奇怪的 是填满了 很诡异的 如果真的这么爆满 那些卡洞的位置都没有 卡洞的位置都没有 但是因为我昨天去到的时候 发觉原来他设计了一个背景板 还设计了灯 还有相机 应该来说那两场爆满 应该是 特别招待场来的 就是有人爆起了的 因为我看那场是 差不多五点钟那场的 五点几钟开场的 那场大概是有七成到八成人坐满的 而大部分都是女性 有男观众 陪女朋友入场的 那我就单拖 因为我看到 咦? 就是我听你们说 咦? 发觉那套又没有了 咦?一天有九场 咦?一天又有 就是两场全部爆满 所以我就好奇心之下 就买票进去看 通常我都很少 就是不看西片在旁边的 你很少看大陆片的嘛 少 真的很少 所以我觉得奇怪 还有最近突然之间多人讲起这一套 所以我就好奇之心驱使下 就买票进去看 那么 初初我看到没有什么人 好像没有什么人入场 但是女性是多的 开始慢慢不是 开始越多人了 那么就是后来是有七到七成 七成人左右 错误了 那么全部都是 就是 讲国语的 你不要忘记啊 你看那间戏院成几百个位的大戏院来的 七成是很紧要的了 是 很多顶了 你那间戏院 还有他因为有几场 几场戏呢 另外还有几场戏呢 一两场左右 在大房里拍的 就是大房里播放的 我那个不算是 大房属于是 中小型的 应该属于中型 中型 那么观众反应呢 我一直看一直看 去到尾段的时候 我是听到 相信的 嗯 我也听到有人哭 也有人笑 我的词 笑其实不多 不好意思 我最后笑了出来 不好意思 但是我听到有其他人笑 OK 我就没有的 那么我听到是弗尼弗尼的 那么我左边 隔几个也有弗尼弗尼 右手边好像也有一个 后边也有 就是我听见是有弗尼弗尼的 有人哭 有人哭的 那整齣戏我本身是 完全不知道他说什么的 只知道消失的他 那么纯粹是 由头看到落尾 嗯 那么 看完我也打分说大概是 85分左右 就是不算太差 但是 是有反駁位的 那么 很好看呢 就纯粹见仁见智 因为纯粹只是一个 懸疑片来的 我知道香港还没做的 最主要就是说 男主角发觉老婆不见了 去报警 而那个地方是泰国 而泰国警方不理他 那么他也都差不多到期要 回国了 就是纯粹见智 纯粹见智过了 那么他要回国的 那么所以 他就 很紧张 那么 那么 后来 一开始 就是有一个 就是 华裔警察 他问他什么事 然后他就 他说你先回去吧 我第二天会过来找你 那就去酒店找他 那么就开始了这个故事 而到 而他 第二天 起床的时候 发觉旁边有个女人 而那个女人 不是他老婆 但是说他是老婆 而他到处去找 很多证据的时候 连那些证据 包括 护照 包括 他身体上某些的伤口位 都是跟他老婆一模一样 甚至乎 那些CCTV 都做了手脚 都换了样子 所以就觉得 咦 很奇特 很古怪 究竟是发生什么事 是的 这样开始 就是为什么他老婆不见了 而有第二个人说他是他老婆 就是 开头就是一个这样的 原案 这样开始 那么就 我首先这么说 我看完这部电影 我有几点 想召唤的 首先我是刚刚看完的 今天早上才看完的 也爆的 我那边通常 我好像跟你们分享过 我那边橙圆 说人片又不是那么多人看的 是 先前我 什么十二日 一人分礼 那些我一个人包场的 今天这里爆了八九成 是很意外的 而且是无端端下午中午场 我自己的想法 这部电影首先不是其他国产的飞机片 不是战狼的飞机片 是跟外国完全没有关系的 纯粹是一套 原谊片 原谊推理片 嗯嗯嗯 那么这个故事 基本上是可以发生在任何国家 你可以韩国人可以拍韩国版 美国可以拍美国版 这个和政治和 没有关系 没有 敏感话题 是没有关系的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的 那么 我自己个人觉得 这部电影其实仅仅合格 只不过是等于荷里活的 B至到C级的经历片 甚至是某些Netflix的片 那种这样的片种 因为基本上是几个人拍完的 不是什么大制作 不是烧钱 绝对 我相信成本也不是很高 演员也不是说 出名 那么这样爆冷出来 其实是都 想 比较想 想 喊吐一下这部电影 这样爆出来的 这个现象 我自己觉得 就是 通常 中国人在大陆看大陆片 就会预期到 那个结局是怎么样 会预期到 哪个是中 哪个是间 那么这部电影可能有 少少起出望外 所以可能是爆冷的原因 反过来 如果这部电影拍过美国版 是很平庸的 因为美国其实很多这些电影 一年出了很多这种经历片 尤其是说这个 类似是 你说有 任何原因 叫做什么 谋财害命也好 你说是 和 儿子 相宿 相亲也好 你说 什么都好 或者其他种种原因 气内气外 美国其实 每天都有这些事情发生 也都有真正 真正 真人真事发生 因为我看完这部电影 我第一个感觉在 这么多次我看过一部电影 不是电影 是纪录片 是说真的有这件事情发生的 只不过那个原因是有少少不同 还有那个背景当然不同 不会是泰国 就是转了一个美国人的夫妇 去了墨西哥旅行 而发生了一件事 老婆不见了 这样 然后就 然后就开始了这个调查 那麦克 那麦克 交回那波给你 你说其实都是真人真事 是呀 那 其实如果说到这里 就变成了一个剧透 因为在国内 虽然是爆红 但是他爆红 其实这部电影 很多人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都讲过那个故事 我们可以剧透故事 不要剧透结局 其实差不多了 其实这部电影是有真人真事的 真的在大陆发生过的 是两年前真人真事发生的 那就是轰动大陆的 那其实 那件事就是 有一对夫妇 就是有一对夫妇 那男的呢 是 处心積累 去追求女的 然后呢 结婚之后呢 整个人的态度是转变了的 跟着他还要是 就是 是一个赌兔来的 那他也 病态赌兔 好像是病态赌兔来的 那后来因为妻子知道了 那么就要跟他离婚 那后呢 那他就 因为他本身 亦都在泰国发生的 那所以 他是 是 他是 在泰国呢 是推他下山的 嗯 就不是电影 就是在海里浸死他 是 是 他是 骨幹在这儿 都是老公 杀了老婆 是 那 真人真事 而这个老婆呢 最后 因为他跌了下山 嘛 而他是 有了那个 BB在那儿 真事 是有个BB在那儿 所以几乎是一师两命的 那么他跌了下山之后呢 几乎啊 就是没有死到 那个女人是没有死到的 BB死了 哦 那个女人是没有 真事啊 那个女人是没有死到 那个BB死了 而那个女人身上有十七处的骨折 所以花了很长时间 是医治好的 那而 就是因为 是被人谋杀的嘛 而他又死不去嘛 所以后来是拘捕了老公 而 一 一 最初是判了中心监禁 后来个 男的是上诉 因为上诉得直 接着女的再反上诉 最后最终判决是判了33年 所以这是真人真事 33年在泰国猫 好像是在泰国猫 嗯 好像是在泰国猫 那么 因为女的不死嘛 所以整件事是 逃了出来嘛 但是电影是女的死了嘛 所以骨抗是老公 主心积累 要输了钱 要赔钱 就是要赔钱 也都是 最后是处心积累的杀 地方也是泰国 所以他拿了骨干 而不同的地方 就是跟真人真事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去报警 没有人理他 而第二天早上在酒店起床的时候 看到有另一个女人 说是他老婆 但是他知道不是老婆 因为他杀的嘛 也就是那个老婆 那个女人真的不是他老婆 所以 所以就 这个故事是这样下去的 所以在我家里 为什么突然有个女人 在你身边起床 而他告诉你 他不是老婆 就是他其实是增加了一个懸疑性在这里 是的 电影版就是 因为我看完这部电影 回来是看其他YouTuber怎么说的 香港有些YouTuber在大陆看了的 大把电影那边他有看过 也有说过 他说原来这部电影是真不真事的 也都 那个 身边那个女人起身 其实 是另外一套 好像说是俄罗斯电影的 但是那部是笑片 起身 觉得旁边的女人不是自己的老婆 但是这个是笑片 他就把这些元素 串在一起 令到那个 那个故事性 就是不要那么平铺秩序 而是故事性 更加浓厚 还有因为 那个 他们两夫妻的相遇 那个老婆死 那时候那个情景 是有一个 异境在这里 所以索造了 就是那个索造的堆砌 是令到整个电影 是更加好看的 我敢说 你再说 你再说 那最后 就是 就是 为什么会有一个女人在这里呢 其他的角色又是什么呢 其实 我就 这里我就不说那么多了 我只是 因为我说了一套电影的名字 其实都已经串了 那一套就叫做《Mission impossible》 如果你有看过《Mission impossible》 那你就可以 应用上去 你就知道 其实 整个整个东西 最后是好像《Mission impossible》 那 所以对我来说 因为我都很容易会 就是看电影 看到 就是投入 会看到眼淚淚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一套 我看完之后 我是没有眼淚淚的 我是真的没有眼淚淚的 但是我 旁边的那些 我都说 刚才听到《Philippe呢》 已经 《Philippe呢》主要就是因为后来知道 拿了一张照片出来 那张什么照片呢 就大家入场看 那么 我是那里 那里我听到有人 张照片之前我已经听到《Philippe呢》了 我一场没有 是张照片拿了出来之后 不是张照片 是之前 已经开始《Philippe呢》了 那 即是我 我投入不了 首先 它是不合理的 但是我投入不了 首先 以我看这么多 纪录片 那些叫做《Philippe的科学》 那些 就是调查凶案的 CSI的纪录片 第一个位 譬如说你刚才说 那个真人真事 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套戏 变得不合理是为什么呢 首先你的老公 去报失踪 而是15天后去报失踪 然后想着它是 私沉大海 是永远找不到的 这个是完全 跟那个 他那个目的 相违背 是 因为通常 谋财害命 一定要见私的 不可以报失踪 你报失踪 就等于 因为你谋财害命 我现在立刻要钱 对不对 对对对 我是职业赌徒 我当然要等钱 我欠债这么多 谋财害命 如果是报失踪 他就失踪 你要 过70年 法律上才断定他是一个死人 然后才拿到他财产 没有人谋财害命会这么笨的 谋财害命是一定要见私 所以你看到其他 有很多真实个案 或者何必须的个案 是反过来 反而 我初一看的时候 我初一看的时候 我觉得是怎样呢 我觉得 老公 和失踪了的老婆 是同谋 你明明因为事实 玩假失踪 真的很多是拿一条 假的尸体去烧死了 浸死了 毁灭DNA 就拿出来 这个就是老婆 我有什么钱 但是你想想又不合理 因为他是想谋害他老婆的钱 因为 男的是穷的 女的有钱 对不对 所以整件事 已经是不成立的了 然后到了那个所谓律师走出来 那个律师好像 就是好像 刑事徵辑档案 陶大宇上身 这样查案 律师一来不会这样查案 对不对 律师没可能这样查案 二来我在米后跟你说过 我心目中的律师 就是见钱开眼 不需要看真相 没错 他未到吐气的一半 不断打他 我需要真相 你一定要对我坦白 这一定不是律师的口吻 律师的口吻就是 你要把破绽出来 我帮你打 律师是不在乎真相 他这样说 三番四次这样说 令到我觉得 这个不是律师 一定不是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一定是背后的同谋 然后去到一半的时候 我已经猜到 其实我已经猜到 发生什么事 所以 其实 怎么说 可能 看得不多 推理剧的那些人 会 猜不到 就觉得好看 觉得好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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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在这边 我看很多 那些 荷里会的那些戏 那些二三线 尤其是有时剧集 都其实已经很扭曲了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 紧紧合格 那去到哪个位置 我笑呢 去到最后 原来 原来 这个其实我都猜到 全来所有人 都是在一起 然后还要走出来 有些鬼佬 有些什么 那些 全部 那里是全场很多人笑 我第一件事想到是什么 其实他去到最后 我已经想到 就是 赌合1999 黄晶那一套 张家辉 拍片 张家辉不是扮了 撒牙仔 做一次世界杯纪录 其实就是那些招 然后他还要一群人一起晒冷 就是成一群跑龙套 就是卡拉菲在那里晒冷 那你和喜劇之王有什么分别呢? 我就是想到 我就是想起喜劇之王和赌合1999 我就正路一点的 我想是mission possible 我就笑了出来了 我真的忍不住笑了出来 他 我 你在中间 我其实是 整个set off 开始有怀疑 就是 律师出来了 大概是 第2 应该是第3场戏 在律师楼 那一幕 那一幕我已经是开始怀疑 因为 死者 和律师 喝那杯咖啡是落柠檬的 嗯 那一部分我已经是开始怀疑的 是的 那一部分我已经开始怀疑 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 人们喝咖啡 是落糖落奶 是不会落柠檬的 很少人喝柠檬的 是的 没错 他还要特写 给你看 通常人是用个鉗 用个鉗来夹柠檬到咖啡那里 他用手拿的 那个特写是 我不知是有什么原因 用不用手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 柠檬 他们两个有同一个的 嗜好 那个嗜好 那个嗜好 所以我那里已经开始怀疑的了 那 是不是set up 我一直都 我知道是 这个律师和 这个一定不是律师 一定不是律师 是的 开始怀疑 还有他有一些 你这么说 那些行径的态度要真相真相 真是不会有这些这样的事情 嗯 不会说什么 说说说 说说 那个律师 花那么多时间 去和你做 你看TVB的律师就是这样的 但是你真实才不会这样 弥莉那个角色是做得超过错 所以令到 一早就令到穿了崩 令到我看穿了崩 因为我看就是 那个女主角和 弥莉是有关联的 所以 所以那里我已经是开始特别留意 就是他所做的事 那直至到 就是开始 到去 在那个医院里 那我已经知道了 所有东西都是 还有怀疑的老公呢 通常最 大 最多人就知道 就是 他去 他去 做交易 然后那个 那个 租的那些器材 那个人说 我见过这个女人 他来过租的 而那个老公反正说 没可能不可能 嗯 那那里其实已经知道是 老公是 空手来的 所以 所以整套戏 就是 我相信是 大陆 因为他大陆本身已经知道这件事 他们想去看一下 看你拍成什么 看你拍成什么 真事新闻已经卖了 真事已经知道 他们已经知道 未入场已经知道老公是空手的 嗯 看看他怎么写 那么他就夹了这么多东西 还有 文永珊 文永珊的确实是做得好的 是 很抢肤 很抢肤 还有他那个 那个身形呢 头发呀 说话语气呀 眼神呀 那个形态呀 配合得很好 就是令你 令你 还有他常常穿那些什么红色衣服呢 是很抢肤的 还有他常常穿那些 好像吊带衣服那些 真的很漂亮 是令你很吸睛 所以 文永珊那里是抢很多分的 你看见现在 艺利是 艺利是女一来的 文永珊是 就是那些配角来的 但是 文永珊是抢肤过艺利 就是你一线的女主角 是 当然 他是 令到人觉得 哇 他很蛇蠍心肠 你看那些报道也是说 他演得很蛇蠍心肠 但发觉最后原来不是 反转了 他不是蛇蠍心肠 嗯 所以 所以那里是 反转了 这个可能另一个 就是因为有一个 有一个推运 有一个推运 就令到 就是非一般 就是叫非一般的 国产片 因为国产片 正如我所说 是估到的 坏人就有坏报 好人就有好报 这样 这个这个是比较另类一点 所以那些人就 少看这一类戏 就是 所以勇就会看 还有 而且他其实是拿了很多西扁的元素 加了下去 跟着就是看西扁 抽抽 所以 他 就是吸引到 就是国内 吸引了现在 相近30亿 人民币 短短几日 十几日 17日 17日 你 很厉害的 这套戏50亿埋单 没有原谅 刀仔 刀仔鞠大书 你继续 你继续 因为现在在国内 很多电影 其实 要么是政治化 要么就是那些 那些什么 大堆头的灾难 圆幻片 圆幻片 这个是比较贴身一些 因为两年前真的发生过的 所以就是什么 还有我 我在想 为什么那些女孩 会哭呢 其实不外乎有几个原因 一是他碰过这些渣男 就是所谓渣男 男人 很差 被人被骗过 深同感受 一是 很投入 那个女孩 那么爱过老公 但是被老公出卖 觉得很伤心 另外一个就是 老公觉得自己没错的 老公还说 喂 我们不是 结婚的时候发过誓 Till that do us part 是不是 这样 是啊 什么贫穷 不是什么急贫穷富贵与共 这样 但是他首先 有一种丁蟹的思维 但是问题是 他先答应了他戒倒 是 是啊 但是他 他设定了一个批评 而 那 在国内来说 我相信 无论电视剧好 电影好 是没有这一类 而这个导演是很聪明地 将不同的元素 就是本来 一个 简单的谋杀案 还要那个 女侍主 还没有死 而他扭转了那么多东西 还加了很多 visual的东西 比如他那个 那个 那个 画家是什么 那个 那个画家 我只是觉得这部电影本来说 对于我来说是很一般的 那时我在节目开头 我不是说过 我一看这么似 这么似一宗真人心事 就一直说 那宗真人心事 就不是为钱的 其实也是为钱的 但是 那个动机 动机有点不同 就是那个 老公 是 是 就 很想和那个 儿子 双宿双弃 但是就没有钱 就是又没有钱 那叫做 窮心未尽 悉心又起 这样 就想 一直就看了 老婆不顺眼的了 就趁那个 结婚周年纪念 就说 跟老婆去旅行 去墨西哥 去潜水 这样 那其实一早 已经和那个 儿子 啊 计划好了 要杀老婆 就是说那个儿子 先去墨西哥 他直接不是用杀手 他用回自己的儿子来做杀手 那个儿子已经躲在酒店 那里 租了酒店隔壁的房子 那他去到 这样 又是像这样 就像这种剧情 吃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晚餐 这样 然后就做到一个 做到一个 不是就这样 失踪 是意外死亡要见私的 嗯 即是他务求怎样呢 因为我们 在美国 买人寿保险 我们知道 普通的自然死亡 就赔一个价钱 赔100万 意外死亡是赔双倍的 嗯 那么 冯真意外死亡就是 起相计 那么他就一定要做到 他是意外死亡的 浸死也好 就是潜水浸死也好 没错 或者是被车撞死也好 什么都好 所以呢 但是一定要见私 就务求立刻结案 那么 立刻 立刻保险公司赔钱 那就可以 有钱了 一石二料 搞定了老婆 就跟他儿子 双宿双妻 这样 那为什么通常 那些人会 那么有趣呢 就是为什么中国 又会去泰国 犯案 那为什么美国人 又去墨西哥犯案呢 因为其实他们 想着 别的国家 那些警察 就不多 理草草了事 这样 基本上 为什么不在美国 做呢 是吧 为什么 去旅行 可以在美国 这么大 是不是 中国也是 结婚周年纪念 你可以去另一个省 为什么要去泰国呢 是不是 中国没有潜水 什么海南岛都有潜水 是不是 所以就是有 这样的原因 所以这些事情 整天都发生 所以我见怪不怪 这部电影 其实有个范薄韦就是 他既然是 要杀老婆 但是他又做到 不是一个愿呐 他最后一条 找到的地方 不是一个意外的地方 是一个龙 是的 不是一个意外的地方 你要有人困住他 踏了个锅 你知道是死的吗 那你很明显就是一个谋杀 而且他又不期望 别人找到这条丝 是不是 如果他 如果他谋在害命 是期望 别人找到这条丝 那整套戏就不成立了 那整场大龙奉就不成立了 因为那场大龙奉就是要他说出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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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合理的地方就是 因为他一开始就是说他15天就说去找他老婆 而找不到 他也都知道就是说 找没有丝 不立案 嗯 你不要愚蠢 那为什么你不去 就是你 你已经是做了不在场证据 为什么不让人找到一条丝呢 他在水底里 那条丝不会浮上面的吗 对吗 你的丝不会浮上面的吗 所以其实 谋财害命呢 就是应该 就是应该做到意外的 没错 我看过另一套西片就是说 其实说 那个氧气筒是坏的 他死了然后浮上 是的 你这样做 你要做到意外的吗 或者氧气筒那条管是失了的 是的 你这样才能做到意外的吗 是 但是你不是 你这样才可以 你也要做成大龙凤 走去警察局周围找 到最后人家不立案 因为你不立案 那就是 他不知道失踪了而已 但是你回到他 他承受不了 那些遗产 所以 所以这里是不合理 不合理的 如果你说造成意外 那他可以正如你所说 真的可以快点拿到钱 所以这个 他这个情况就承受了遗产 是不是 美国那件真人真事 就是可以拿到保险金 是不是 就是同一道理而已 是 还有 文明山出场 就说是他老婆 他那里 假扮到就是 我真的不知道他老婆在哪里 但是现在突然间有多老婆 他那里 那个反应 那个内心 其实 就是从戏剧上来说 不合理 因为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下意识 不知道你老婆死在哪里 就是不知道你老婆去了哪里 找不到 而突然间有第二个女人出现 这样是合理 但是如果你说他是 已经谋杀了他老婆 而突然间有第二个女人 没错 在你旁边 出现的 躺在你床上的 而他说是你老婆 其实完全不合理 还有你的护照也是换了文明山的样子的嘛 是不是正常男人应该将计就计 吃完文明山的样子呢 只是说笑而已 是 因为你 第一你已经是知道了 你心虚知道了嘛 你按兵不动 是不是什么都不要做 就暂时当这个是老婆 你之后再作处理的嘛 但是他不是的 他很疼 这个是老婆 接着又找警察又成的 搞完一轮大两份 然后观众就看 咦不是的 他很喜欢那个是他老婆 因为他老婆一直都没有出样子 但是他 差不多中段就开始出样子了 那时候真的不是他老婆 其实他的导演是有一点 带观众去游花圆 但是带得来 你看完一套戏出来想 不是很合理的 不是很合理 我不用出来 我看的时候就觉得不合理 你文明山不是一个警察恶底 他是一个 普通人而已 普通人明知道 你是要 潜入去 面对的是一个 杀了他老婆的杀人兇手 然后 然后你也继续这样去冒这个危险 而问题就是文明山 不是那个规秘 你说那个规秘也有个理由 是 他是规秘 回来的那些人 有什么理由 有什么理由会去冒这个危险呢 他在一套戏的时候有说过 他就说 我在东南亚 一个律师跟他说 他编了个故事 但是这个也不合理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空手 空手听到这个其实也不合理 知道这帮人 全部都是假的 反而反过来对付他 但现在不是 反而是 律师 文明山 带着他 这个 如果 如果 老公不是空手 YES 但如果老公是空手 老公应该 不是这种反应 不是这种反应 所以 为什么我说 他 他 偏这里 就是 有不合理的地方 总之总结这一部戏 其实他想加了懸疑性 抄了很多西片 但是 你刚才说的真人真事就合理 鹿鹿山那个合理 因为鹿鹿山你立刻找到 死的见诗生的见人 是立刻找到的 是吧 但是他搞这一场大龙凤就不合理了 所以我整体觉得 我也是那一句 我这部戏 并不值三十亿票房 在我心目中 是紧紧合格的 而个男主角 亦都说他是 有 精神病的 有些精神病要头痛 要吃药 亦都是在 做一个仿指 说他本身 精神错乱 一直 就是 那个导演是这样去 用这些房子来 误导你 误导你 而 最后 那个幕不是说在医院那里的 那里不要剧透了 那里不要剧透了 那里留给观众自己看 那里有没有关系的 那里我一 他进去 在那里 我都知道 基本上都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Mission impossible 是啊 做一套是Mission possible 那 也是完了之后 又说 那个 男主角判了多少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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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典型大陆 典型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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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文字来交代的 那些就没有办法了 其实没有什么需要 刚才我提过 他也包装了 一种浪漫的气氛 他用了梵高 梵高的画 来到 即是那个旋转那个 来到浪漫的气氛 说带他去海底看那个 什么 在海底看那个星 海底的星 所以他英文名叫做Missing of the Star 而我查过 原来是有一套 Opera 也是这个名字 也有一首歌也是这个名字 所以为什么他用这个 Loss in the Star 来做这个名字 那么他用梵高的画来包装 是有一个味道在 就是整件事 是会 层次高了一点 优美化 那么 所以我觉得这套电影 判断是女性观众 嗯 女性观众为主 所以我怀疑在大陆的票房 大部分进去看呢 都是一些观众 即是女观众 女性观众 女性观众 但是看完出来之后呢 会会会会会会 有一个后遗症就怀疑身边的老公 老男朋友 会是渣男来的 哈哈哈 接着呢 回家就出事了 哈哈哈 回家就出事了 这个是你的想法 好了 这个礼拜先说了这么多 那就讲了这个 这个现象 好 我相信美国也有时间做了 OK 好了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电影 好再聊 谢谢 拜拜 拜拜 刚刚过了这个礼拜呢 除了是美国国庆 和这个亚马逊 我们美国Amazon的 Prime Day 之外 还是一个 很大的节日 这个不是节日 这个是整个月的 基本上 就是叫做Prime Month Prime就是自傲 骄傲 其实在美国来说 就是说是一个 LGBDQ 本来就叫做LGBDQ 现在叫做LGBDQ IA Plus 的月来的 看到那些人 揮动这个彩虹期 大家都知道是这个Prime Month 什么叫LGBDQ IA 现在还要加上IA L就是Lesbian G就是Gay A B就是Bisexual 雙性恋 T就是Transsexual 变性人 另外Q就是Queer 就是那些 逆服的人 就是 男人穿 女人穿 女人穿 男人穿 那些 另外 现在有一个 I 就是Intersex 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一个 比较特别的题材 还有一个A就叫做Accessual 就是非 非性别人士 没有性的 这样 这个就是 美国现在 就是推崇着 小数族 不是推崇 就是大家 reganize 或者 大家认知和尊重 这样的 适逢这一个月 有一部纪录片 就叫做Everybody 香港不知道会不会上 但是迟些 应该就串流平台 一定会上 香港上影 在戏院上影的机会 应该会比较微微 那么 通常我们说Everybody 英文 就是黏着Everybody 就是每个人 这部电影很特别 它是把Everybody 分开了 就是每个身体 每个身体 那么 其实它在说什么呢 就是在说 在这个世界存在的一种人 那种叫做中性人 Intersex 这种人在美国里面 现在在美国三亿人口里面 有1.7%是这种人 其中这种人 他们有很多就是 不出季 不告诉你 他们是这种人 真的出季做了手术的 都有0.07% 就是相等于23万人 那这种是什么人呢 那 我们经常都说 涉及到 那些道德伦理 和 这个宗教的争拗 在我们美国里面 他就说 同性戀究竟是先天 还是后天 究竟是 中途转机 还是天生机 和这个 基因 和这个 染色体 和这个 DNA 有什么特别关系呢 这一套戏不是说这些 它是说中性人 Intersex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Intersex 不是用 不是用这个 伦理或者是科学 不是 不是用伦理或者是宗教 去定断 这个纯粹是科学的 因为这种人 他们本身就是 我们知道 XX和YY 这个染色体 是不是 但是他这种人 有XY的染色体 纯粹科学 不讲宗教 那么 为什么说是纯粹科学呢 因为这种人 他真的有 就是他的性器官里面 是miss了某些东西 以及 是加了一些东西 这个 这个是 的的的确确 真真确确 1.7% 的人口里面 是这些人 来的 譬如说 里面 里面有三个 三个个案 主要讲的三个个案 就是个女孩 他很漂亮的 其实他 跟普通一般的女孩 没有分别 但是原来他天生 没有卵巢 没有子宫 但是他里面 他里面 应该是有卵巢的地方 是有高院 所以他是一个 伤性人 就是说他是一个 有男女 但是他外面是有一个 有一个阴道 有一个阴道 外面是阴道 里面是高院 即是他一个男女的 性器官在里面 他还叫中性人 会发生什么事呢 大家都读过建教都知道 以前读过biology都知道 卵巢 会释放女性荷尔蒙 高院就释放男性荷尔蒙 对不对 就是等于以前人家说 你看看那些电影 成太监 并不是真的拆了一堆东西 只剪了 那个书 那个书 荷尔蒙那条管 或者是剪了 那条高院 那就没有男性荷尔蒙 不会直触了 你看 以前 会乱想到 以前那套什么东西 舒奇做那套《玉蒲團之玉女心經》 有一個半男半女的人 又或者是3D玉蒲團的雷凱恩 半男半女就是那種人 類似的那種人 他們其實都生存在痛苦之中 因為他們又要隱瞞自己 如果他們表面是一個女孩子 還挺漂亮的 有結交男朋友 又要隱瞞自己的身份 到了某段時機真的要步入教堂 真的要結婚的時候 要告訴他們我是不可以生孩子的 還有還有男性賀爾蒙的 另一個個案又是這樣 那男的原來天生是有春代有脊椒 沒有高遠 沒有高遠 他在說這部電影的爭拗點是哪裏呢 其實主要一個爭拗點就是 以前他們出生 因為他們小時候出生的時候 你父母生了一個 所謂當年的人不懂的 那些叫K-Toy 怪人 Fleak 即是怪物 那醫生多數會聽從醫生說 醫生會怎樣跟他們說呢 他說 你是中性人 出生沒有高遠 那麼 把兩顆人造的高遠下去 令到他變成男人 但是他不明白 其實你整兩顆人造的高遠下去 你是沒有天然高遠製造男性賀爾蒙 所以他做不到男性賀爾蒙 相反來說他有卵巢 他不斷製造女性賀爾蒙 根本就是一個女人 變成爭拗點就是 因為現在周圍都有示威 反對一出生就跟他們做手術 是不應該幫他們做手術的 這個人他們都有人權的 他等他們長大之後 他們自己選擇做男人的女人 這個是事實 因為現在的確有很多的標 標即是那些法案推到國會那裡 就是在爭拗這件事 那麼 他們當然是這幾個在紀錄片出現的個案 就是這個advocate 他們就是推手 這些法案推手 而事實上 有些情況 譬如說 他出生幾歲 或者是一出生 就割了他 就是可能他是男 他有罪咀 但是有卵巢 割了卵巢 做兩顆假的膏圓下去 又有 或者一出生 做個假的卵巢下去 又有 就是不要 父母幫他們做決定 不要醫生幫他們做決定 由得他 由得他長大 他長大了 他想傾向做男也好 做女也好 他們自己決定 美國人就覺得這個 我們那個 call value 就是這個 我們那個call value 就是我們那個 基本人權 就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這樣 對於錯 我不在這裏說 我只是說一套戲 有些人當然是支持 有些人當然是反女 這個世界每件事都是這樣 他講到另一個例子 這些就是天然生出來的中性人 有一個例子是當年1960年 有個孖生的兄弟出生的 那個又很慘 他 你知道吧 男生出生很多 一出生就 順便割了包皮 以前那些科學沒那麼先進 他用一部機來割 他割錯了 割多了 整條剪了 整條剪了 那麼 當年的技術 你是不能反駁的 是不是 你不能做個假的 1960年的時候 他本來兩兄弟 是一個孖生兄弟 結果有一個 醫生當時聽過主診醫生說 他說這樣唯一可以做 就將他變成女人 變成女仔 將他整個 反正他都剪了 整個人造的陰道 另外就當他是女仔一樣 這樣 將他做一個變性手術 這個是很慘的 因為他本身是男人 他有著男人的賀爾蒙 但是他要活著一個女仔 要成長到一個女仔 那他已經覺得很奇怪 回學後又被人欺凌 因為有人看到他站在那裡 結果搞到很大件事 其實整件事的錯就是 那時候醫院和醫生的錯 他後來長大之後 知道這件事 他決心 他決心 要做回男人 要做回男人 所以就把他媽媽 那時候他一直把他吃的那些 那些女性賀爾蒙 而生了那些乳房出來的那些 切了去 弄回一條假的男性性器官 開始打回男人賀爾蒙 然後他當然他不可以 他不可以 不可以有自己的BB 因為他製造不了自己的精子 但是後來因為科學昌明 他已經可以做到可以有性行為 可以有男性的性行為 這是一個假的樣具 他本來過著一個很快樂的生活 因為他後來都結婚 他不可以有自己的小孩 但是他的妻子 都有他自己本來前一段婚姻的小孩 他可以做一個繼父 但是其實他內心一直很掙扎 有一種depression 就是因為這件事 他本來是個天生的男人 你強行將他變成一個女生 那麼多年他有一種抑壓 有一種抑鬱 久而久之有一種抑鬱症 後來拍完這套紀錄片之後自殺死了 這是很可悲的事 其實他引起這套電影 是藉著這個prime month LGBTQIA plus 去引起兩個關注 一個就是不要反對 反對父母和醫生 幫這些中性人做決定 在他們未成年之前幫他們做了手術 做了變性手術 反對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說到美國現在推行一個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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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